他是一名检察官 从小案到大案 顾虑艰难 却从未停止追寻法治梦想 他是一名法官 从病床到法庭 生命岌岌可危 却仍在捍卫正义公平 脱下制服 他们也是寻常百姓 走进法庭 他们变身正义的斗士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守卫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学文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 提起这个名字 很多人都会把他和众多大案要案联系起来 从2004年起 他陆续参与了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受贿案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受费案等 一系列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侦办和公诉工作 一次又一次在聚光灯下办案 编学文所面临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经得起法庭的检验 经得起控辩双方的检验 也就是要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另外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编学文参与侦办和公诉的这些大案要案 每一件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我们刚才就是从这样一个细节 就能感受到聚光灯下的办案 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你呢 你的证据扎实吗 起诉的罪名妥当吗 这些都要接受群众的检验 也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怎么这么多的大案要案 都要交到编学文的手里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检察官编学文 很多人不知道 编学文学法律 是从自家经历的一场官司开始的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经历了一场小的民事诉讼 当时感触很深 觉得这个法治很重要 这个通过学习法律人业 将来让自己成为一个 这个能够伸张正义 为民执法的人 1992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 编学文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法治工作者的梦想 然而真正接触到案件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在震惊着 这个一心想伸张正义 为民执法的年轻人 第一个参与的案件是一个故意杀人案件 夫妻两个人因为家庭琐事的矛盾 这个引发的纠纷 丈夫这个情急之下就把妻子给杀害了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 感觉到就非常惊讶 本来这个夫妻关系都非常好 就是因为家庭的一点琐事 动辄就行凶 就杀人 特别这个惊讶 而且特别震撼 就是说如何这个 不让这些悲剧出现 我想作为每一个从事法律工作人 应该说责任还是非常重的 编续文长说 我们侦办的案件有很多是要判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的 我们不能枉杀 也不能枉纵 2010年侦办的一起案件 让编学文记忆犹新 一个所谓的工程队的一个包工头 在施工过程当中 跟另外一个施工代位 发生了纠纷 在这期间 他受益 他的外甥 然后找人对对方进行报复 这样他的外甥 又纠结了几个人 持枪 把对方的孩子用枪给打死 杀人者李国立已经落网 然而他却对犯罪事实大包大揽 完全撇清了 救救王友才与案件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说 针对这个幕后的指使者 应不应当承担这个犯队的责任 应该说我们内部也有分析 当时的案件的难点是 这个案发之后 这个两个人 定立了这种攻守的方法 他的外甥 把这个案件实施 全部的这个 这个承担下来 把责任全部的这个拦在自己的头上 这个直接行为人呢 就是直接这个 将被害人杀死的这个人呢 他知道他将来要面临重刑 就说在这一点上 他他心里应当说是有数的 那么又基于这种亲属关系呢 他就是想把这个责任全部都承担过来 那么他对于他的幕后指使 他就是不共 如果将王友才以幕后主谋的身份提起公诉 现在的证据不足以支撑 如果不将他送入审判环节 那么很可能正义得不到伸张 这难住了检察官们 严格以证据标准来说的话 不诉我认为也就是 也未尝不可 但是你不诉 实际上就是放纵了这个犯罪 在王友才有重大嫌疑的前提下 编学文顶着压力做出决定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把嫌疑人送上审判洗 最终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 通过我们公诉人的教育 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 这个幕后知识 当听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这个人一共 那么就把那些个知言骗语 就给串起来了 那些个证据就可以形成锁链了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行事 李国立供出幕后主使 网友才第一头认罪 编学文长书一口气 他朝着追求公平正义的梦想 又踏踏实实迈进了一步 然而不久之后 侦办的另一起案件 又让编学文陷入了两难境地 入室抢劫强奸的案件 这个案件当时的主犯 对强奸的事实也是不予公说的 尽管有被害人的尘数和指认 但是主犯始终不予公诉这个事实 强奸罪难以认定 但是根据郑某入室抢劫的情节 及严重后果 在当时已经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 署罪并法的规定的实际他的抢劫罪量刑 可以吸收这个强奸罪量刑 即便这强奸罪的罪名不予认定 也不影响对他无期徒刑这样一个量刑 所以我就当时在想 像这样一个被告人没有供输 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必要还要认定这样一个强奸罪的罪名呢 检察官们对是否需要认定强奸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法院一审判决 也以抢劫罪判处郑某无期徒刑 然而编学文还是做出了抗诉的决定 他觉得虽然量刑是相同的 但是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依然重要 案件在二审开庭期间 这个被告人呢 这个 供述了他强奸的这样一个事实 这个最终二审法院以强奸罪 这个对这个被告人要进行了量刑 尽管最终还是维持了这个无期徒刑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对强奸罪的事实和罪名呢 预约认定 那么支持了我们检察机关抗诉的这样一个主张 编学文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哪怕量刑是一样的 那也得对犯罪事实有一个准确的完整的定性 因为这关乎的不光是罪犯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它还关乎法律的精确度和正义的公信度 这种近乎苛刻的执着 为编学文侦办大案要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法官 孙波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说起孙波对他意见最大的还是他的爱人 在妻子看来孙波不算是一个好丈夫 家里的事他几乎从来都不上心 甚至最可泣的一次自己的包被抢了 在去派出所报案的路上 老公孙波还和自己争了起来 我就说我遇到抢劫的了嘛 然后他就说啥抢劫的那抢夺 老百姓拿走什么叫抢劫什么叫抢夺 我认为那就是那被人抢了就抢劫 对于老百姓来讲呢 肯定分不清抢夺抢劫的概念 但是你既然去报案了 不要在第一时间误导人家针材人员 我对他这句话印象特别深 我也挺生气的 正常的话人说的那不得安门安门媳妇 你说他抢劫就抢劫 抢夺就抢夺呗 你跟老百姓说那些他有啥用吗 我也不懂 可是在单位同事们对孙波却称赞有加 孙波喜欢看书学习 平时话很少 但是到了办案的时候却很活跃 因为孙波是办案能手 很多大案都是交给他来审理 每天埋头在材料堆里 穿行在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 孙波留给家里的时间确实太少了 然后我让他干什么 他就说他累 有一两回我就挺生气的 回来就各三方躺了不动的吗 我挺生气的 我说那你看你说你累 你累一个单位你怎么什么都能干呢 我说那你说再说那你回来 你这不就是说的你不想干你累吗 那这家不是一个人的是不是 但过分经营的吗 也不动他 我那时候挺理解不了的 尽管平时孙波显得很强 但是他身体的虚弱却很难掩饰 我不发现他连伞不好吗 然后我们让他去看病 就一天突突拉拉他也没去看见 后来他就流鼻血 然后他媳妇就说 说理解你说我这孙波我也说不了 你快说说他吧 后来我就鼻子孙波 我说孙波我跟你说 你这必须去看病这就是我给你的命令 在医院 孙波做了全面检查 结果让人震惊 化验单除了血色是全4.3颗 就是一般人早就学会了 根本就没有血在身体 正常人都打到11颗12颗 他4.3颗 那还要加班呢 还加班呢 化验结果显示 孙波患有妙毒症 而且形势不容乐观 在法院领导和妻子的强烈要求下 孙波住进医院治疗 并两度进行幻肾手术 我希望到失望 再到绝望那种感觉 就是一开始刚刚那个 做手术的时候 真的就没想到会失败 没想到 两次幻肾手术都失败了 孙波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心理压力挺大的 但是老是幻想的 是不是还有一线的希望 然后等到第二次 当野才了的时候 我就寻思 能把人也看得不出 觉得突然整个生活都变了 突然就变成一个病人 然后躺在那里动不了 然后还不知道以后讲会怎么样 所以当时很忐忑 也不知道我怎么样 家里会怎么样 自己的父母孩子会怎么样 半年内 孙波经历了大大小小九次手术 陪伴他的除了妻子 还有他舍不下的那些法律书籍 他总说时间不够了 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 最终孙波决定离开病床 重返岗位 后来也想明白了 就是人也不能单纯 只为了活着活着 还得有自己的追求 要做自己的事情 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生命 拖宽一下宽度 你说孙波有多坚强 两次换身失败了 还能重返岗位 两天一次的透析 在维持着孙波的生命 他越加感到时间的紧迫 2008年一起重大集资诈骗案 交到了赫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的手里 孙波主动请英 要求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达2600人 仅案卷就有400多卷 孙波却带领审理小组 在两个月内就审结了这起案件 这样一起错综复杂 牵扯面广的案件 孙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审判程序 审判结果更是令人信服 避免了群体事件的发生 在审理另一个拒负劳动报酬案的过程中 法院领导为孙波制定了一个宽泛的执行事件 而孙波却用一天时间就审结了案件 就是这起案件他就一天就审完了 第二天就干净说 昨天孙波那个贪黑把那起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那起案件审完了 当天来了很多这个农民工 他们都是省内就是外地的 如果当天来回的话 可能是十几块钱的车费 大概就解决了 但是要是住一晚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得多花一百多块钱 我们也就是自己就是辛苦一点 都无所谓 我说你那身体能行吗 他说没事 当时确实我就有点置身不住了 他说后来就是 就是还一还也就好了 对于孙波来说 死亡可能随时降业 他每天都在努力完成更多的工作 这样才能不如遗憾 才能离他实现公平正义的梦想更近 现在开听 无论是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的孙波法官 还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边学文检察官 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公平正义的梦想 他们讲法律更讲良知 他们用善念维持着法律天平的公正和公信 作为一个法律人 从内心深处遵循一颗善良的心 坚守职业的良知 让老百姓感觉到法律不是冷冰冰的 而是温暖的 可能我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 但是我肯定要尽我最大的能力 让我们这个国家 真正的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 成为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 今天节目里的检察官 法官 他们都提到了一个词 司法良知 法律是一种制度 落实在纸上 这叫法律条文 但是再严密的法律 都要有自由裁量权 怎么把握这个自由裁量权 怎么让法律得到最公平 最公正的体现 这就需要把一颗良心 一颗善心作为砝码 才能调得平 量得准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不幸家庭 两个女儿双双脑瘫 丈夫车祸 母亲得病 一家人雪上加霜 无奈之中的办法 一个小小水果摊 考量你我两知 感受人性温暖 理解 信任 包容 撑起绝望中的希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无人水果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